情况如何 还是照旧 每天无非就是练功 扎马步 练飞刀 除了去买一些吃的 和必要的生活用品以外 没什么其他的 不过他频繁地去的那些 已经登过报纸的 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点 他是想和他的上级联络 有这个可能 不过他都铺了工 因为那些人 早就不在那儿了 好在叶冲还有几日才能回来 我们还有时间 一个失去保护的待宰羔羊 兰包 该你登场 去吧 你看见他了吗 看清楚了 就在前面 好 你确定在前面 对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你们要干什么 什么人 要你命的人 你别过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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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啊 臭娘们 兄弟 你受伤了 让我来 别过来 怎么办 兄弟 行啊 自己动手 也审得我们哥儿几个了 跟兄弟们说说 盯住了 工本说 有可能会有人来救他 放心吧 老大 都安排好了 只要他们敢来 保证他们有去无回 住手 还真有大雨上钩了 别乱来 走 跟兄弟们说 动手 你们俩看住了 我们终埋骨了 赶紧车吧 我们终埋骨了 我们终埋骨了 那我们终埋骨了 我们终埋骨好了 我们终埋骨了 不要 不要 以为你 好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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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散开 这么多人都能让他跑了 娘的 因为你我死了好几个弟兄 说 救你的是什么人 不说 我有一百种方法让你说 也没有 我奉腾元少祖的命令 要把他带走 我们也是奉了宫本少祖的命令 要把他带回军阵厅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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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 蛇